因為我們比賽是不分男女的 幾乎所有的比賽都沒有分男女 就是在賽車這一方面 男女是平等的 他不會特別像可能 籃球有分男之主女之主 那賽車是完全沒有 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在國外比賽的時候 在隔壁的P房就說 隔壁有一個女的 就是新來的 應該騎很慢 就是會類似講這種話 然後帶我上去 就是離他遠一點 比較類似可能 有一點覺得說 我可能很爛 或者是怎麼樣的 然後就會講得特別大聲 因為我是女生 所以在賽車場裡面 很常就會被第一受到關注 然後再來就是 就會開始質疑你 然後之後呢 在那場比賽 那場比賽我拿冠軍 對 忘了 可是我覺得他們很有風度 他們之後就走過來 然後跟我握手 然後就說 剛剛表現得不錯 我也沒有辦法抄你側什麼的 然後我就 也有 也很有風度的 讓他想說 謝謝 就是 我知道你剛剛在罵我 可是我也不會特別想要去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證明我自己了 對 也蠻爽的 那感覺 就是 你剛剛講我講成那樣 現在還不是輸我的那種感覺 對 我從事過蠻多工作的耶 飲料店 理醫師 然後 安全帽業務嘛 直播主 模特 然後當然有車行 當然啊 因為賽車它本身就是一個很燒錢的運動 你一件皮衣就五六萬 安全帽一頂一兩萬 車子加改裝品 隨隨便便都一兩百萬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嗯 我好像沒花什麼錢 沒有我花的錢 都是在你們看不到的地方 大家都是看到我現在的 光線亮麗 可是 每一個光線亮麗的背後 總是都會有一些 很辛苦的過程嘛 所以那時候做這麼多 多份工作 其實是為了支撐我繼續賽車 好 賽車就是個運動員 它不是像外面看起來說 你們就是在場地內飆車 包含對車子的理解 輪胎的選擇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需要 專業的成分下去做考量 而不是就是 喔 對啊它就飆車主 賽車手 其實我到現在也一直都 想要 把大家的觀念慢慢導正 因為賽車其實就是一個運動 只是說 大家沒有特別去理解的時候 才會把它誤認為是飆車 我會覺得賽車它 危險的是人 永遠都不會是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觀念有沒有正確 你要當一個賽車的時候 你有沒有做好你自己的準備 那你做好這些準備的時候 你有沒有認真下去執行 其實就跟 就跟很多職業其實都是 你今天是個醫生 醫生也是個很危險的職業 對吧 鑽不動可能 今天哪一個沒有開好 你就被家屬告 告了你一輩子都不能行醫 對 就跟大家會知道說 喔 我們在賽車場斷了 鎖骨 可是 你們不知道為什麼 有可能是我自己這個動作 沒有做好 而導致我摔車 而不是真的這麼危險 對啊 都會有風險啊 只是說 這個東西因為是 跟我們日常生活中有關的 在外面其實一眼望去都是摩托車 你就會被整頓 就是 他們會以他們的觀念去 看著別人 別人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就是 其實這樣放大檢視 就是要逼我們做得更好啊 對 我覺得就是逼我們做得更好 因為 你會 因為 你受到多大的 謾罵 我覺得你就可以 得到 這麼多的掌聲 所以像我做到很好的時候 我覺得我獲得掌聲是應該的 因為你曾經謾罵 罵了我那麼多 對不對 那我現在我只是獲得你的 這一分鐘的掌聲 對我來講 我覺得很值得啊 因為 你也認同我現在的做法了 對 然後我也知道我是對的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對 就是 嗯 嗯 我覺得活出自己啦 就是 不要一直 在別人的屋簷跟謾罵下面 做 那你沒有辦法做好事情 我舉 你們看到我舉手 你們就來這邊 然後我跟下 然後他就可以開始 其實那個時候是 先想成為賽車手 然後去車行打工 其實像我很習慣做指甲 我從高中做指甲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卸過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女的做指甲 然後 要來幫我修車 真的可以嗎 然後又是一個女生 然後 前幾年就是 看起來年紀很小 又怎麼樣的 還是 你必須要告訴她 你的專業程度在哪裡 那可是這樣很累嘛 所以就是 客人一來 大概知道什麼問題了 我就跟她講說 應該是什麼問題 然後我就左手下去修 然後可能不會發的車 就忽然發起來了 一開始可能就是 可能是運氣 好 第二次來 可能看我換換機油 第三次來 又看我換輪胎 所以慢慢的 大家會知道說 我是真的專業 而不是真的 只有擺拍這樣 其實一開始 家人都是蠻反對的 因為我最一開始 其實我在山路上 就有甩過車了 那個時候就是我爸媽也是 連夜到台北這樣去看我啊 然後也是很擔心啊 然後家人一整個就是 有點被我搞得烏煙瘴氣 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在幹嘛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 當爸媽不知道你在幹嘛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 很抗拒你的所有事情 然後那小時候不懂事 又不說 所以一開始就是 甚至因為賽車 然後我就也沒有回家 一兩年 直到我奶奶過世 就是我才又回家 小時候其實因為 我個性比較獨立的關係 所以很多事情我都自己來 然後有一次 學校運動會 拿了冠軍回家 我就會覺得我奶奶應該 應該喔 要出來跟我說我很棒 結果奶奶坐在裡面 然後家裡的門打不開 我就覺得為什麼要 把我手在外面 然後我就在那邊撞門 然後就忽然發現 欸 就是 我就是他發現他站不起來 才發現說他叫斷了 然後我不知道 我還在很生氣 覺得他為什麼沒有把我開門這樣 然後我一發現的時候 其實我有鑰匙 就是我只是懶人 然後我就開了門 衝進去 然後發現那人的腳斷了 就趕快打給我爸我媽 對 然後這是我覺得 就是到現在很後悔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他過世這樣 到那個時候其實 就是我跟我爸媽聊很多 我跟他們講我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才知道說其實我的家人 他們不是不支持我賽車 甚至我爸我媽都還有來看過我賽車 而是他們根本不知道你在幹嘛 尤其是現在的小朋友 很多時候就是 車騎了就走 出了車禍才回家 就我覺得這是非常 不OK的 因為這樣的話 你現在的父母就會覺得 那你就是在飆車嘛 對 衛生紙 謝謝 謝謝 在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選擇了現在這條路 那這條路也把我支撐到現在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應該要找一份自己真正熱愛的工作 而一頭摘下去 不管你做什麼 我不會再跟注一下 什麼事 我可以幫我 我好想看 從前一來 我們會做的 從前一來 在那裡 我會問你 在那裡 把我當媽咪 你會想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